張家瑜 我們首先請洪敬堯老師 請做講評 好 家瑜 老師好 是啊 每一次看妳表演 都覺得妳 都會很用心 設計每一次的表演的歌舞這樣子 那今天選這首歌 其實這首歌是非常經典的老歌 以前很多人翻唱 那妳今天選這個歌 讓我們覺得 很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嘗試非常好 就是說以往妳會選台語歌 甚至於選謝金燕的歌 它都比較屬於新一點 它本來唱跳就是非常地理所當然 妳可能要去Copy 要去學習它 但是這個東西 我覺得妳可以去表達一種 讓妳們這個年紀的人 去傳承唱這些老歌 我覺得那個意義是不太一樣的 妳也具備了一些 要唱這個歌應該有的 轉音 韻律 那些東西都交代得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家瑜今天的唱歌 真的是又不一樣了 又有一點變化 那當然呢 如果是在演歌的當中 老師也會期待說 那妳搞不好 妳就開始可以唱一點慢的 慢的 就是更進到那個情感面的演歌 台語歌也是可以嘗試 我覺得加油 謝謝老師 請 謝謝老師 請 這首歌應該妳媽媽幫妳選的吧 對 對不對 所以說剛剛洪老師在講 雖然教妳多學一點 因為妳現在這個年齡 妳什麼歌曲都可以嘗試 懂我意思嗎 老歌妳也是要練 妳唱妳頭頭第二句 頭前頭一句都不錯 來 不顧著人 真假的開 妳這個音好像低音比較差一點 對不對 妳高音就是 因為那個高音就是要轉那個 要轉那個音對不對 對 其實有的時候 妳可以在家裡練習一下 這樣下去妳的歌會越進步 連動作什麼都好 好不好 好 妳是還很棒的 好 好 我們今天要挑戰妳的是 鍾恩帝90.4分 我們 妳緊張什麼 我給我拖出來 我拖 你真的有了 我真的有了 你幹嘛拿人家的道具 妳還怕坐上去 妳要做好準備 如果我真的坐上去的話 下一場如果 雨精把我打下來怎麼辦 妳要學那些 姐姐 阿姨她們永遠坐在上面 妳就不會害怕 今天有可能 有可能 音樂要恐怖一點 恩帝妳覺得妳的心臟 現在有在動嗎 有 太可愛了 她都講這種話 我們不塑造一點氣氛 對不起她 好 今天中恩帝90.4 挑戰我們衛冕者 聽評審講 我們衛冕者是非常危險的 有可能中恩帝下個禮拜 就坐上衛冕者的寶座 怎麼辦 好 來 接下來我們看張家瑜 能不能順利過關 或者是卡關 或者是被打下來 評審請給分 恩帝到底能不能夠 成功成為衛冕者呢 家裡的分數來到8 9 90 超過了 小數點繼續跑 91 恭喜得到91分 成功衛冕4關 累積獎金4萬元 那個恩帝好像差滿多的 現在不用擔心了 對 好可愛 把我嚇死了 我的天啊 現在是在電視轉播 不然我就請她到旁邊好好聊一下 對 多麼可愛 最真實的反應 是 不要害怕 繼續努力 我們要以坐上衛冕者的位置 為目標 不然妳每個禮拜只是來想看看媽媽 對 對啊 不想打腎仗的將軍 謝謝妳 這個滿有效果的 對 太可愛了 兩位請休息 恭喜江家瑜衛冕成功 謝謝 謝謝